商朝末期,商咒王残暴,天下风烟四起,民不聊生,私欲膨胀的商咒王与天妖勾结,无尽的罪恶之火不断蔓延。 远离中原的西南,有一座富饶的小城,它是茶马古道,茶船古道,南丝绸之路的重要枢鸟,人们过着宁静无忧的生活,但战乱的阴影已经笼罩了这座城市,它即将成为浩劫洪流中的一夜偏周,遥遥欲坠。 而就在这一天,一位天赋异禀的孩童即将降临到这里,这个混乱时代的历史将被彻底改写。 大家都说啊,城主夫人怀胎三年六个月,真的假的呀。 这还能有假,有人说啊,夫人肚子里怕不是个怪物。 夫君。 这,城主,夫人怀胎三年六个月,成就今日已是奇迹,此刻临缠,夫人与胎儿十难两全,再不决断,恐夫人性命难保啊。 夫人,我无比希望你与胎儿能双双平安,一定要让孩子看看世界。 夫人,舞者度计划要活动,你也要活动,一切岁成为我们要活动,一切读生命。 还不停下来 你 你 快住手 那是我们的孩儿 孩儿们顽劣就拜托先生了 二位有心了老夫自当尽力 城主哪吒少爷和哈大哈妖妹两位少首领都不在府中 这三个孩子 定是偷跑出去了 我这就去把他们找回来 哪吒这么顽皮 你抓得回来 一起去吧 看来我这三个学生可不省心哦 老夫随城主一同瞧瞧去吧 这 齐 厉害啊 哪吒 哪吒 你又逃跑出来了吧 这个家伙 你可也待不住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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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塔塔 妖妹 给我停下 太好了 这娃娃真是神力啊 这是我们城主家的三公子 你说什么 就是出生时天降异象的那位 可不是吗 有这样的少城主 我们城堂关今后的福气可大着呢 哪吒 接着 博库啊 又出风套 算你有良心 时间差不多了 走 还不回去 城主给我们找的李学老师 今天到府 还没去拜会呢 什么李学 不好玩 我告诉你们 我可听说了一件超有意思的事 晚上咱们去见识见识 有意思 看见没 看见没 黑塔精灵和白塔精灵出来了 听说今天他们会玩很刺激的换帽子游戏 直到计较才会停 我都等不及了 换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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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帽子也太危险了吧 换帽子也太危险了吧 看 妹妹 换帽子也太危险了 看 小心 啊 哥哥 哥哥 快救人 我们来喽 干得好 没玩了是吧 这也能叫游戏 这个玩笑开得有点过分了 行行 必须阻止他们 哥哥 你想干嘛 别冲动 这个东西很好玩吗 好玩到发生危险都不管不过 那是我的帽子 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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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住我 哪吒 你们竟然 还搞完 哪吒 我的猫子 给我碰 力气好大 知错不改 请教训 不行 哪吒 双塔镇压水迈 别莽撞 对呀 鸡轿 鸡轿上塔就不闹了 白塔精灵 黑塔精灵 你们玩脑可以 可危害到百姓就不行 百姓的力量可以建造你们 也可以推倒你们 小小警告 好自为之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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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不好了 黑塔白塔戴错帽子了 这 不妙 不妙啊 那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这是要惹来祸事的 什么 是我惹来祸事 这简直岂有此理 站住 父亲 这孩子 父亲 父亲 我昨晚可是做了件好事呢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是这些人 哪吒 昨夜的事 为什么要做 为了帮助别人 嗯 帮到了吗 当然 我们不止救下了渔夫兄妹 还镇住了胡闹的精灵 既然这样 又何必在意别人说什么 这 有时担当重任 可能会遭受他人的非议 但你不为名不为利 凭的是一颗救世纪人的心 自己无愧何必争辩 救世纪人 救世纪人 自己无愧吗 哎 您的话虽然说的莫名其妙 可我好像 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你才是莫名其妙 这是为父千辛万苦给你们找来的理学老师 还不拜师 老师 先生明明都答应说三个孩子为徒了 怎么又出了一个考验 阿但莫淡定淡定 索先生在中原名望颇高 向来也是另有目的的安心吧 淡定 我可淡定不了 我得去看看才行 慢 一块去吧 我就知道你也放心不下 唉 要不是中原大乱将起 怎么哪能请来索先生 我这心呀 你们说说 理为何物呀 老师 理就是规矩 是秩序 是制度 皮毛 皮毛 谁来说说 何谓明理 明理 就是要等规矩 按秩序制度去做事情 既如此 照做便是 又何须讲呢 肤浅 肤浅 哪吒 你来说说 如果你也不能让老夫满意 我们的师徒缘分 就到此为止吧 老师 不管什么理 只要为我们陈塘官好 为我们百姓好 就是好的 放肆放肆 哎呦 这孩子胡说些什么呀 我和老师学理 就是想明白如何为他们好 否则不学也罢 那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好 嗯 你们三个给我听好了 明理之道 中逃不过四个字 敬天爱人 不行此道皆是虚理 你 臭小子 还不会拜师 嗯 谢了 你传道 嗯 嗯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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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啊 城主 城主 不错不错 没给我们陈塘官丢人 接下来 开始休息九术 啊 父亲 索先生 索先生不教我们了吗 嗯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索先生 时常会来考你们功课 千万不能荒废 可是城主 我们 我们还没有学够呢 哈哈哈哈 索先生 已经决定常住 正在走坊乡里 准备学堂 能教你们三个月 已是难得 莫贪心 莫贪心 教你们酒术的老师 可更是不一般哦 啊 不一般 酒术老师 莫非就是 茶叶铺老板 多傻 慢点喝 慢点喝 哈哈哈哈 错不了 错不了 好好学 喂 站好了 不 杜婶 要教老师 酒术可是门大学问 马虎不得 咱们陈堂关 依靠商路繁盛 不惠酒术如何能行 所谓酒术分为 方田 素米 差分 少广 商工 君书 方程 营部族 旁要九个戏目 西德酒术缺一不可 从方田开始休息 不可懈怠 杜婶 我们自己学啊 不懂再问嘛 我这铺子可忙着呢 啊 啊 朱神 上好搏茶一壶 来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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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让让 哎 余三哥这是怎么了 又遇到豆腓了 赶着去救人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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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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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的倒肥 给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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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哪吒 嗯 这样喊不是办法 万一倒肥人多 我们 我们可 哼 怕什么 杜婶说了 陈堂官是商路枢纽 有了倒肥 谁还敢来 就是 绝不能有了他们 继续喊 有人 好啊 出来了 小心 哪吒 怎么样 该死的倒肥 看我的 父亲 城主 狂妄 倒肥猖獗已久 竟是几个娃娃对付得了的 城主 已经搜查了这片区域 没有发现倒肥 嗯 继续搜查 是 呃 这 哼 不自量力 他们三个交给我 你们三个真的想抓倒肥 嗯 好 胆气可加 只要能逼我使出另一只手 就放你们去 何干应战 你 父亲 当真 哼 我说话重来 哼 烧了 揍他 这个妮子 好大的激烈 啊 啊 吃我一脚 呃 谁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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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还敢和我对决 哪吒快看 父亲 看来你也很难受嘛 帮我助阵 看我的 加油 还真不能和这小子隐蔽 你使这 可恶啊 到底该怎么办 有了 知道吗 好的 有你的 这次我一定成功 要冷静 不能急躁 不能让城主 看清你的动作 不然攻击 逼他来比利劲 要认输了吗 独动如山 其虚如灵 侵略如火 奇迹如疼 混账小子 居然对你爹我下重手 你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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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不 刚才不算 继续打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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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能行 咋来 这套拳法 你们好好学习 哪吒 快来看 我才刚来了兴致呢 和父亲对战进步很快 我去看看 盗费抓到没有 你们自己练 自己练 不要走 难缠的小子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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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啊 哦 哦 哦 老喽